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的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为善必仓啊 一个人只要做善事 你一定会兴旺的 一定会就是繁荣昌盛 如果你为善不仓呢 也就是说你做了很多好事 你没有得到好的回报 说明你过去啊 还有余秧 就是有过去还有做错的事情 秧尽必仓 也就是说等到你的业消完了 你一定成功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佛经里面说了 所以佛经里面讲到 或者你上辈子 你上辈子做过的善事还在 还没有用完了 积蓄还没有用完了 所以你 仓敬必仰 等到你 福报 受敬了 你肯定是遭殃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到了后来就倒霉了 因为他一直在行恶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这些道理 求菩萨不要着急 菩萨都看得到 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长生惭愧心 觉得自己对不起啊 我对不起别人啊 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亲啊 我对不起佛友啊 大家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我还要这样 你长生惭愧心 你就心中不会起称惠心 因为你就不会去恨别人 你总觉得自己不好 你不会去恨别人 你如果经常觉得别人不对 你就会去恨别人 所以学佛人 要经常生起惭愧心 非常重要 所以师父在这里跟大家讲 你这个人经常生起惭愧心之后呢 你会长生欢喜心的 而且你会有慈悲心的出现 因为你觉得一开心了 这个人就慈悲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的 一开心了 没关系 我帮你做 没关系 这个事情我来做 他就不会去跟别人斤斤计较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你称惠心一有的话 恨心一有 火烧功德令 火烧功德令 所以在佛教界经常讲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你去看发脾气的人 他一定不顺利的呀 顺利的他为什么发脾气啊 你说开心的人 他发什么脾气啊 发脾气的人一定有障碍了呀 所以有的时候 学佛人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生气 我不生气 气除病来无人体 别人贪 我不贪 你得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有的时候觉得 在人间 大家都说 哎呀你学佛了 你山珍海味吃不到了 你还要受这么多的苦啊 实际上到底谁在受苦 学佛人逆流而上 表面上看起来很苦 实际上我们坚韧不退缺 我们知道我们找寻真理 能够解脱自身的烦恼 我们能够懂得运用佛陀的般若 一定能够战胜自己 所以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 你烦恼是自己找来的 你如果能够战胜他 你就很好 所以随缘消就业呀 菩萨叫我们随着缘分 把就业消掉 然后呢 圣莫造新秧 谨慎的不要去制造新的灾秧 不要演过是非 不要动不动就掩盖啊 把这个是非啊 哎呦我去还要去在里面讲啊 解释啊 事就是装饰的事 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跟人家讲道理啊 好像意思 哎呀人家说你这个地方错了 不是啊因为所以不但而且 你说这种人不叫演过是非吗 你只有克服了这一些看似基本上很简单的道理 实际上让你懂得了念念无常啊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我们有什么再去把它纠结在上面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世间本是无常无我的呀 有你吗 没有的 好像有好像没有的 很多人活着的时候有你 死了就没你了 很多人在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有你 一离开这个地方 从此就无我了 没你了 所以要懂得不要执着呀 学佛人不执着是智慧呀 不执着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法身要鲁鲁不动 在人间什么叫法身啊 就是你学佛的身体啊 你比方说你跟别人一样 你也拥有个身体 你吃饭啦 睡觉啦 你都可以做一些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但是你的心中有法呀 佛法呀 你跟别人一打交道 你的佛性就出来了 你跟别人一说话 你的佛言就出来了 你一思维 别人是想着人间的五欲六成 你就想着佛法呀 所以鲁鲁不动 就是你的法身啊 一个人很干净 鲁鲁不动 就是你的法身 表面上鲁鲁不动 实际上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就是如来如去 有来有去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表面上停在红灯上面 你说我现在车停在红灯 好像没有让我开过去 实际上你得到更多的自由 因为绿灯了 你就可以马上走了 如果你在红灯上 你硬要闯过去 被人家车撞了 你说你接下来自由 更没有了 所以要懂得守戒 一无所来 一无所去呀 做人有的时候就像 我来过人间 又没有来过人间一样 我学过佛法 又像没有学过佛法一样 一切都是平静的 一切一无所去呀 因为一无所来呀 有了也像没有过一样 没有过又像有了一样 无来无去 那你才能一切如鲁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家里 因为夫妻之间 讲过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一直放在心中 你就是有来了 因为你把这句话记住 你一直不开心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把这句话记在心中 你跟他不能和平相处 你不能跟他有友好的交往 所以真正的无来无去 一切如鲁 是不要把一切的无常放在心中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恒在常住 不便易 也就是说 我们永恒的常住 把佛性常住在心 不去变化 那你就是如如不动 所以有些人 他懂道理 他不跟你讲这个对 那个错 因为人间的对错 都有每个人自身的理由 你进入了对错 就是进入了是非之中 你就慢慢地会 沉迷在是非当中 而不得解脱 所以师父叫你们 法身佛本自如炉 我们有一个法身的佛 在心中 我们如如不动 我们的自得圆满 你们每个人 都有这么一个智慧 你们每一个人 都周遍法界 每个人的智慧 都非常非常的大 根本用不着去寻找 而要去寻找的 就是被五欲六成 所染着的那个心 所以让你丢失了 你的智德 不能让你圆满 所以无始无终 非修非正 你说修得好的人 就像没修过一样 你像一个孩子生出来 他非常的童真 他不会耍心眼 他不会动小脑筋 这个孩子 非修非正 他无始无终地 活在世界上 因为他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 卢卢 真卢 所以心实际上 没有表现的 就是师父经常 跟大家讲 人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照见了什么 你心中就拥有了什么 我今天这个心 照见了恶 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恶 你今天这个心 照见了善 你的心中就拥有了善 再讲的简单一点 你的心中就是一个仓库 就是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装进了佛法 装进了慈悲 装进了我们为人应该做到的事情 那你的心里面就是善 就像一个仓库一样 空的装进善的东西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善 在这个仓库里的东西 如果里面都是那些毒品 那些不好的东西 装在你的心中 那你心中充满着邪恶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宇宙 心要像宇宙般的宽大 心要像大海般的宽广 我们人的心应该没有分别 因为我们像宇宙般的宽大 所以人家说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 因为你的心眼小 如果你的心眼大 像宇宙般的空间这么大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们家大的 简直就是大的不得了 人家说我在你们家里住两天 好啊可以啊 那一公里以外 我们那里有个房子 你去住吧 你肯定是不会在乎他 住在你们家中的 你家里就这么二十个平方 人家说我住在你们家 一个晚上好了 你肯定不会让他去住的 因为空间不一样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要明空 心中要光明 你才能呈现出空性 如果一个人心中不光明 你就没有空性 有了空性 你才会纯净 所以纯净 没有分别心 明空 那你就是拥有了宇宙的大心 所以 心本来没有因 也没有果 而是你造出来的 所以万法为心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要用忍辱心 来断尽自己的烦恼心 让自己的心 能够像宇宙空间般的大 什么事情都不争也不减 别人怎么样对你 你都不要增加仇恨 别人怎么样伤害你 我也不减 佛性对他的爱 这就是菩萨的大爱 这就是不争不减 这就是在你心中 才能拥有菩萨般的 完全平等之心 所以我们心无有起 心没有起任何的不好的意念 心无有起不好的恶念 因缘俱灭 你对别人一直这个样 你没有因缘 因为你没造任何的恶因 你也不会得到恶缘 恶果 你如如不动的生活 其实师父告诉你 人生只是一个现象 所以在佛经上经常讲 人是虚幻之想 什么叫虚幻 虚幻就是因果轮回的真相 因为我们人心的造作 才会起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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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有行为叫妄动 所以我们人心不造作恶念 心不去伤害别人 你这个人心就不会妄动 所以颠倒妄想 执着烦恼 这些都是你心所生出来的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别人好了 你为什么要去嫉妒他呢 那这世界上好多事情多呢 你都去嫉妒吗 是因为你接触到这个六成 你才会嫉妒 因为他靠近你了 所以为什么要我们远离颠倒梦想 《新经》里面讲的 你不远离他 他就污染你 就像很多的病毒一样 你远离他 你就保护了自己 你太接近了他 你接近了颠倒 你的心就产生妄想 妄念 你的心只要接触了执着 然后慢慢的 你就拥有了烦恼不断 那么最后就产生了 你整个在学佛当中 在生活当中的不正见 人的不正见 所以菩萨让我们心不妄念 性质本无 那也就是说 你心中没有妄念 不应该想的事情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去想的话 性质本无 也就是说 你的本性 从来就是 本来 他就没有的了 你说一个孩子 没人教他坏 他怎么去学坏 他如果从小到大 他没接触过香烟 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抽烟 所以无明 为什么不能解脱 因为不明白 因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明白 所以我们才会造下轮回的因果和大火 所以 佛教界有句话叫 己是己明 自己做的事情 要自己明白 我在做什么 你们现在所有的学佛人都知道 你们正在走的是学佛的道路 你们自己应该明白 你们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自然解脱 很多人一辈子解脱不了 就是自己做什么事情 自己都不明白 你不行 你到监狱里去问问看 很多人犯了罪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 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 做错事情了 他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那是更危险 你如果知道自己错了 你己事己明 你自然就解脱了 哦 这个地方我做错了 哎呀 我不应该这样 你就放下了 下次当心就好了 就像我们开车不认识的路 可能我们就会开错路 而且会撞墙 或者会走错方向 开了很长时间 哎呀 方向反了 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这种经历的 那么你知道了 你不会犯错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还在顺着那个不理解的方向 在看呢 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 要理解众生 要明白众生 怎么样来化解 怎么让自己的事情 自己明白 首先了解众生 你才能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 所以佛教解说 所言人也 为众生心 菩萨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说你是人 因为你是属于众生的心 人 他完全 可以变为菩萨的 境界高了 他就是个菩萨 所以一切人生 若心无生 人无从生 你这个心不生出来一些烦恼 你人哪来的烦恼 你的人的心不生出那些恶念 你人哪来的恶念 所以连你的名字 都不知道是谁给你起的 实际上因果 就是自作自受 师父告诉你们 因果就是自作自受 深口意的恶念 善念 全部都会成为你的业力 谢谢